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恭喜你发现了全网最干净利落的原神攻略 从入门到入土两分钟让你玩懂纳西达,原神就是这么简单 武器里面首选专武,没有的话神乐和四风也可以带 虽然说武器特效多多少少有一点积累,但毕竟是高贵的暴击暴商 使用价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说大家没有五星武器的话,也可以考虑毒狗和魔导序论 记底残章呢不建议,因为武器特效太拉了,完全没有用 个人会比较推荐魔导,虽然比不上毒狗的短时间爆发,但是胜在稳定 剩一物选择,占放体系的话最好还是带四草套,不然没有人捡草炕 计划体系无所谓,四草或者四十斤都可以,区别不大,主要还是看副词条 实在懒得刷的话也可以二十斤,二月团,二草,两两组合,加快逼业速度 主词条,精精精或者精精双爆 副词条的要求会比较高,花和羽毛最好是带双爆和精通的 其余三个位置优先双爆,其次元素充能效率 纳西达的命之作一命没有多大意思,要充的话直接就去二命 不要在一命上面停着 四命看着好像挺强的,但是正常培养下的纳西达 面板精通随随便便就到900左右了 所以这个四命实际上是会溢出的,性价比很低,大家就不要强充了 二命过后直接就去六命 天赋这里的点法,优先一技能,其次Q技能,毕业天赋199即可 普攻不要点,除非是六名玩家,皇冠给不给看处理 最后纳西达的配队 目前主要还是服务于绽放和计划体系 尼鲁锁死,草神锁死,保护位锁死 剩下一个位置可以补三水一草,也可以补两水两草,都是OK的 计划这边可以选择纯计划队,也可以选择超级战队 雷C锁死,草神锁死,保护位锁死,最后再补上一个后台C 短轴雷C,比如说克星这样的也可以带上一个九条 当然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玩法 比如说甘雨的燃烧融化流,宵宫的燃烧AOE流,四神流 这些玩法相比较原油体系,只能算是一些小打小闹,没有太大的质变 大家闲得没事的话,也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OK,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冰糖,一个专注平民100年的UP主 如果对大家还有帮助的话,请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支持一下UP主 谢谢大家了,那么我们下期见 Let's back 我们的爱,从冷战变得敷衍 后来我们的爱,从事演变成谎言 这次一定关注 我们的爱,从事演变成谎言